普通有人丟水溝 今天是有一件事情想跟大家分享 我近期一直強烈的體會到世界很小的這件事情 我近期的工作 然後遇到了我很久很久很久以前遇過的一個經紀人 然後他的事蹟就是 以前還在當Showgirl主持的時候 他算是在業內裡面滿常發案的一個 算是滿大牌T1的經紀人 就是他案子量很多 想當然就會有很多美眉會跟他不錯 先講一下他的人設 他的人設就是那種 覺得自己是T1 然後吊兒郎當的那一種 然後他有一個群組 就是他有加了裡面很多很多 好幾百個美眉 因為那時候的流行的工作 就是實況還沒有這麼盛行的時候 大家不知道可以開實況賺錢 大部分都是接案 都是去展場或者是去記者會啊 然後任何線下活動啊 什麼有的沒的 以前是流行這個樣子 然後那個時候那個經紀人就是 我們先稱他為 寄拜人好了 那時候寄拜人就是 他有一個自己的群組 然後他也是發了非常大的一間公司的案子 通常我們的流程是 經紀人會先拿到這個案子的執行 他會把需求給貼出來 比如說他需要什麼樣子類型的Showgirl 比如說身高要多少 然後體重要多少 然後要有遊戲經驗 或者是要有玩過什麼樣的遊戲 以前是案子出來了之後 需求出來了之後 然後底下會有信箱 所以你要自己去寄履歷啊 或者是你自己做的個人的檔案去寄給他 有點像面試工作面試的那個樣子 然後那時候我就有寄過去給他 但因為他們的那個那時候的競爭程度是 比如說他要20個人 可是可能會有200個人 或甚至超過200個人去投這個案子 然後初步的過程 我好像有過還是怎樣 但是因為他是個 雞掰人 我剛剛有講 所以他自己內心會有他自己的一個名單 你們懂嗎 假設寄過去的是200份履歷 然後廠商看了一輪之後 覺得這100個人可以 然後會要再面試這100個人 我們是有面試的 我們是需要直接跟廠商面對面講話那一種 他會有他自己心裡的一個名單 也就是說 其實過了100個人 可是他就會跟大家說 過的是這50個人 他就會自己把50個人給刷掉 就是你們懂意思嗎 可能這100個人裡面 有一些是他完全不認識的 或者是跟他私交很好的 就是俗稱的小圈圈 因為他是中間的人 所以假設廠商跟他說 他要這100個人來面試 可是他就可以有說法就是說 這100人當中呢 有50個人 他們已經戒別的工作了 或者是他們的檔期不行 或者是他們有什麼任何樣的狀況 喔 這些人不行 然後我幫你找了這50個人 那就是這50個人面試 通常廠商也不會說什麼 因為廠商就是自己嫌麻煩 所以他們才會發包下去給這些經紀人 就是最後會變成這50個人去面試 那廠商一定就是從這50個人裡面 再挑20個他要的人嘛 一定就是這樣 然後我就是被刷掉的那50個人 因為我跟他完全沒有任何的私交 結果後來那個廠商有自己找我 就說我們就是即將會有一個活動 然後我們希望可以讓你來 希望可以邀請你來 是廠商自己找我 就是那一間 剛剛我們提的那個工作的那個廠商本人 後來就是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一定就會有名單出來嘛 就是主持人是誰 然後選上的showgirl是哪幾個 那個經紀 大巴雷亭 哈哈哈哈哈哈 對 那個雞掰的人他就氣死了 他氣死了 他氣死的原因應該不用我多講吧 就是第一個他這樣子就沒有錢抽了 他可能發包下來 比如說一個人的預算是 假設是5000塊 然後他發下來一個人是4000塊 他就抽中間的1000塊的水錢 所以也就是說20個妹 他就是抽2萬塊的水錢 反正就會這樣 然後第二個是 他覺得我月限了 你們懂嗎 因為這個在業界內 算是很不道德的事情 對 他是一個不成文的規定 就跟假設我今天簽了經紀公司 然後廠商自己聯絡我 然後我沒有跟經紀公司講說 廠商自己找我了 經紀公司會很生氣的道理是一樣的 你不要問我為什麼 反正這個產業就是這樣 但因為我那時候的狀況是 我沒有跟那個經紀人有任何的合約的關係 我的立場啊 然後又是那個廠商自己直接找我的 那他有工作要找我 我能說不要嗎 我不會說不要啊 我就一定要啊 反正他就是超級生氣 他就直接在那個好幾百人的群組裡面 然後就說這次名單出來了 然後我發現有人月限 他也直接標記我 超兇的 他就說 這個誰誰誰 你是不是自己聯絡廠商 然後怎麼樣怎麼樣 反正就講了一大堆 跟作文一樣 就是跟女生生氣一樣 然後我就在裡面說 喔是廠商自己找我的 我不知道你沒有把我報出去 我還直接在講 因為我就覺得他一定是 沒把我報出去 然後他就很生氣 他就說 你不知道你這樣子是跳線了嗎 就是他們用的詞叫做跳線 意思就是 你跳過中間的經紀人 或是公關公司 或是任何代銷公司 什麼然後直接連線廠商 反正就是我有我的立場 我就表明我的立場是 那個廠商自己找我的 關我屁事 他直接跟我說 你不用在這圈子混了 我會聯合其他人來封殺你 最好給我小心一點 然後他就直接把我踢出群組了 然後那時候有一些朋友 他們就說視訊我 我就說你去跟他道歉 或者是不要把場面弄成這樣子 反正就這樣子一直跟我講 一直在良性勸說 但我就說我覺得我沒有做錯 其實不確定我有沒有做錯 但我那時候立場是 我覺得我沒有做錯 我現在想想 如果是現在發生這樣的事情 我應該還是會做一模一樣的決定 所以我覺得我沒有後悔 那就算了 好這件事情就過了 直到近期 事隔好多年囉 直到後來我就又再去了 那個廠商的工作 我又遇到了那個經紀人 然後那個經紀人確實 還是在做經紀人這件事情 然後底下一樣會有很多的妹子 我就直接碰到他 那時候的場面相當精彩 那時候場面是我是主持人 然後廠商有幫我準備一間房間 就是我的休息室 那那些妹妹跟那個經紀人 他們就說 欸那個他們會需要休息的地方 就是中間的那個中場休息 然後廠商有另外幫他們準備 他們的位置可以讓他們坐在那邊休息 他就說欸那那個房間不能進去嗎 因為裡面有冷氣外面比較熱 廠商直接跟那個經紀人說 那是我們主持人要休息的地方 其他人不可以進去 他就說是喔那主持人是在哪裡 我可不可以跟他溝通一下 就是可不可以讓我的那個妹妹 也可以自己進去 他就說喔好啊那我幫你那個 跟主持人溝通一下 然後他就來跟我講這件事情 然後我就過去 他就 齁他那個表情我真的是這一輩子忘不了 廠商就直接說喔那是我們今天的主持人 然後我就過去 我就說怎麼了嗎 齁沒有 就是我想溝通一下 因為外面比較熱 然後我們的妹妹也是希望可以 在一個比較舒適的狀況底下休息 他就講話有點結巴 然後廠商就在旁邊看 超好笑 廠商就在旁邊看 就說喔那你們溝通一下喔 如果主持人說沒問題的話 那我們這邊是沒有問題的 然後就走了 然後我就跟他說 喔可是廠商不是有幫你們準備休息的地方嗎 對但就是想說溝通看看 畢竟裡面的休息室也是蠻大的 然後我就是用一張照 我就這樣看他你知道嗎 我就說好啊他們可以進來休息 但我不希望有男性進來 反正就是眼線之意就是 我可以讓那些妹妹進來休息 但請你給我滾 然後他就 好 想說些什麼但是又覺得算了 的那個表情 對我承認我不想要他進來 因為我覺得他很煩 我不想看到他 對我承認 可我給的理由也是相當合理吧 就是裡面是女生休息的地方 我們都是可能穿裙子啊 或是幹嘛 大家休息不就是會想要一個比較輕鬆的姿勢 或者是上廁所啊 補妝然後什麼 會想睡覺就很醜 我不想給男生看到啊 很合理吧 我覺得很合理啊 我知道他進來就是 除了想要吹冷氣之外 還會想跟妹妹聊天或是幹嘛 可是我不想聽到他的聲音啊 我就不想啊 反正我就讓他們進去了 然後 然後因為那個妹妹我一看就知道是那種比較新的 可能是他最近 就是你看出來是比較新的 其實那些妹妹完全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了 但我也覺得就是 I don't care 反正你們也不需要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你們只要知道我讓你們進來休息 這樣子就可以了 然後廠商又跟他說 因為我們那個活動是 他是這樣子 他是會有一個主要的時間 可是 因為妹妹的休息時間 比我的要短一點 就是 show grow嘛 勢必就是要站在位置比較長一點的時間 但因為那妹妹的休息時間 可能就是10分鐘 20分鐘 所以他就 廠商會一直要找人 他就會怕他的 攤位上面 會沒有人 或者在交接的過程中 會有什麼樣的狀況 或幹嘛的 他就 要求那個經紀人 就一定要一直在場 確保他的攤位上面 是會一直有人 他就要那個經紀人 在那個現場 然後排班 或者是幹嘛的 所以 那個經紀人 就也沒有辦法去便利商店 或是去咖啡廳 在那邊喝咖啡 然後爽領錢 他就必須要在現場 一直看著那個攤位 那邊很熱 然後我覺得 好爽 哈哈哈哈哈哈哈 反正這件事情之後 過了之後 就當天心情相當愉悅 然後有人潮水公 從第一次的那個 他所謂的跳線事件到現在 廠商一直還是有找我 然後一直有合作 他們要找我都會直接說 因為西什麼時候OK嗎 我就OK 然後就去了 但我那時候是沒有想到啦 就我沒想到 我沒有被封殺成功 那時候就是想說 如果真的被封殺了 或是接不到工作了 就算了 我就去做別的事情 或幹嘛 我那時候就想說 就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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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了